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段荣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维奇自战五十局 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四十局 下面我们来看棋谱 挂脚 小飞 然后是迷你中国流 这次终于是没有点三三 黑棋选择了挂脚 之后构成了一个人类的布局 那么这个布局按我们人的下法呢 在这分头 分头打散 或者挂 挂 这一代的选择比较多 最多的呢 应该是分头 我们一般 一般不直接挂进去 因为按普通的 普通的理论呢 白棋挂进去 走在窄的地方 黑棋就算简单的飞一飞 当然也有拖这个的可能性 黑棋就简单的飞一飞 白的只有比较窄的空间可以拆 那么 感觉比较局促 分头呢 是比较宽的一边 但是 似乎 阿尔法维奇他 不太在意这些 白棋就往里挂 黑的是 大飞 大飞这部棋是很少见 人的棋魄里面很少见 一般这种棋就小飞 因为 一个很简单的区别就是 小飞的话 黑棋是可以藏进去的 白棋脱退了之后 黑的可以藏进去 藏进去对白棋的眼位 有压力 而大飞你没法 如果白棋再脱退 你没法藏进去 这有一个明显的形状的弱点 被一架不好办 那只能虎的话呢 白棋眼位空间大一些 但实际上黑棋大飞 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会不会白的如果脱的话 黑的会不会有这种 搬完之后 打吃再尝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样白棋如果 如果火脚 如果火脚 这个 这个谁好 也不太容易判断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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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也不太容易判断 白的如果不火脚 吃不掉 吃不掉黑棋这个字 这个齐筋他吃不掉 打了拐的话 黑棋可以拐这个 然后 加出 加 白的不能立下来 沾上的话 黑棋堵锅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实在呢 白的没有马上拖进来 那是尖冲 黑的爬 拐 拐 拐完拐还很正常 这时候白棋再拖 再拖呢 黑棋肯定只能搬这个 现在这样下呢 明显不成立了 打了立的话 白的一拐打再一拐 黑的死掉 所以黑棋二路半 白的呢退 虎 白棋拐 下成这样 如果白棋直接就能脱退道 如果白棋直接拖 黑棋也是扳虎的话 白棋直接拆在这 这个地方跟实战相比呢 等于白的尖一下 跟黑棋贴交换 黑的挤一下 跟白的沾交换 可能大致也差不多 但是呢总感觉白棋 白棋这个交换比黑棋这个交换 可能白的 会更损一些 毕竟这边 这边比较宽 白棋走在里边 跟黑棋外边交换 可能亏损会更大一些 所以白棋如果能直接走成这样 应该 应该不 应该是比这个 总觉得要好一些 但是也许担心黑棋反搬 这地方不知道它有什么玄机 好 现在白棋拐 拐一个很重要 这拐白棋局部 这局部基本活了 基本上活了 这跟黑棋长到脚上还是有区别 长到脚上的话呢 白的还没活了 黑的看到白棋基本是活棋 如果你在这走 可能 当然白的也可能出头 但也可能黑棋就落后手 所以黑的没有在接着走 而是小飞 站个大场 打入 这个立二拆四 间隔远了一些 所以白棋要揪住它的弱点 打入 黑的拿这个子 没有太好的办法 封不住 封的话 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封不住 白棋出去以后 反倒伤到这边 所以黑的冷静的先跳 把自己走强 白的也跳 白棋如果这样来封锁呢 效果也未必好 黑棋可能会挖 然后进脚 这个黑棋轻松 活脚活得很轻松 白棋反到外边留有断点 那么白棋跳 黑的如果跳出来的话呢 白的 尖顶一下 我猜测它的意图 白棋尖顶一下再出来 这个地方白棋因为有挖断的味道 这里将来有种种的线索 这边瞄着挖这个 这里瞄着挖这个 或者不知道白棋走这个可能性 有没有 也许有走这儿的可能性 这一带有线索 这边瞄着挖 这里要振进去 黑棋实战呢 小飞 白的如果尖 那么黑棋再调出来 这样飞到一下 跟被白棋尖顶相比 黑棋飞到一下 眼位上也充足一些 将来一爬容易作眼 白的实战拖这个 拖这个 黑的如果拌 那么白棋就顺势断 完了 上边一打 不知道现在要不要拐 这阵白棋已经把黑棋封锁了 先手封住 棋型也很完整 黑的如果沾上的话呢 白的就拐吃 拐打下来 这样的白棋 白棋拐下来以后 对黑棋这块影响就比较大 这种挖断的手段 黑棋总得小心 所以黑的吃这个字也并不便宜 那么就单顶住 单顶 白棋再加 黑棋顶 这拖一下的效果应该是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看 如果单靠黑的顶 白棋挡的话呢 黑的要拐 黑的要拐 而拖一下呢 它至少没法拐 这是白棋的好处 它的坏处呢 就是送死一颗子 黑棋的眼味也做得很坚实 白棋走到这儿呢 已经把黑棋完整的封锁起来 自己连后了 暂时拖先 挡这个当然也很大 但是挡这个的话呢 是后手 黑棋可能会拖先走其他地方 这地方呢 白棋将来可以愉快地 肩搬都是先手 不过暂时来讲 白棋落了后手 但黑棋也有尖这个 逆收这个尖的可能性 如果供不到这块的话 挡这个和尖交换 白棋 目数上来说是亏损 白棋 白棋先手封锁了 之后呢 拖先 上边挂脚 黑棋挂脚 这盘棋难得的 双方一共走了三个星位 黑的一个星 白棋两个星 然后竟然没有出现点三三 这在阿尔法维棋的棋谱里面 是比较少见 白棋小飞 那小飞也是为了 这个 因为白棋这有个市 有一道市 所以这边发展空间也是蛮大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阿尔法维棋 我们讲了这么多盘 讲到现在第四十盘 我的印象当中几乎没有没有见过它加工的 在这 星位对方挂脚的时候 加工的似乎我没有印象 一挂脚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飞 那么黑的尖底 这里一定要长 加工 白棋跳出来 这大致上都算是比较正常的进行 很正常 黑棋这时候刺了一下 刺一下白棋粘呢 黑的总是便宜的 但这刺未必是先手 白棋实战就脱先了 现在黑的 实际上上边走也是蛮大的 比方说从这走过来 护一护这里的弱点 同时进攻白棋 或者哪怕走在这 价值也是不小 然后或者脱完连斑 这个手法也是阿尔法比较喜欢 上面也挺大 刺这应该是刺不到 刺这个 白棋点 点在这里 追究黑棋上边的薄位 这黑棋拆得太宽了 轮白棋走的时候 黑棋就显得拆得太宽了 拆在这儿很坚实 但是一定要拆在这儿的话 白棋肯定是有大路的 点进去 那么黑的不能挡这个 挡这个白棋贴也好 或者哪怕就这么 总之一出来把黑棋分段 黑的两块骨骑 所以挡是一般分寸 那么白棋爬过 斑 之后呢 连斑 如果黑棋单斑这个的话呢 白的恐怕会从这段打出来 黑棋连斑 白棋吃掉一颗子 吃掉一个黑棋搬住 这地方白的点这个 如果是打入的话 黑棋压 白棋长 打入压 长 接 爬 搬完连搬 那么大概会下成这个样子 应该会下成这样 白棋有意的不交换这一手 他觉得这样走呢 黑棋顶是先手 先手顶 不一定便宜 白棋觉得这长道一下 不一定便宜 吃了这个子之后 白棋这块就厚了 白棋变厚 如果黑棋刚才不点这个 是加工的话呢 白棋还没活 所以 点进去是相当有价值的 黑棋一看你不走 既然你不走 那么我断了 在这地方 画了两手棋 用了两手棋 木树呢 吃的并不算很大 吃了一个 是十二木左右 十二三木吧 吃了一个十二三木 但是呢 非常厚 黑棋可以说走得非常厚 好 白棋这时候这定型 它不是长这个 而是尖顶 尖顶的时候 黑棋 黑棋不能随手长 黑的一长 白棋现在再长 黑的只能压住 那被白棋顶到一下 这白的很愉快 白棋很愉快 就等于这棋 你如果线长黑棋压住 再往前走 你也不好走 那就大致是看成这样的定型 那么这样的定型之下 白棋如果这里能把黑棋顶成这样 那黑的是无法忍受 所以当然顶完 长完之后 黑棋不会走这个 这个也是线索 但是呢 这点差别不足以 不足以抵回这个白棋尖顶 黑棋长的 这个线索便宜 所以白的尖顶的时候 黑棋是斑 斑 斑这个 白的人为这样顶 让你斑 比长一下 让黑棋压住 他宁愿选择顶在脚上 确实脚上价值是蛮大的 好 顶一下之后脱鲜 吃这两个只能不大 虎 虎为一个 那么黑棋如果挡呢 一是这脚上还有一些怪味 有点怪味道 二来呢 白棋已经活了 这个挡也只是守木树 所以挡并不是 也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大 可以的 逼过来 这既然下那么厚 这里黑棋一手两手 走了半天 走这么厚 白棋显得有点薄 那黑棋当然要 当然要追究这里白棋的一点薄位 这就逼紧比较紧凑 如果是这样的棋呢 比较乏力 对白棋没有什么压力 走这 飞点 然后呢 返架 跳出 白棋显说 跳这个 它并没有急于尖着 尖的是一个做眼的要点 但是白棋觉得 白棋 期待先 如果能再跳一下 然后再做火 那肯定对于白棋来说是最好的 因为这地方 不走的话 毕竟黑棋有打入啊 打入之类的问题 跳 黑的如果尖这个的话呢 白棋一是下边 可以拖过 它先从上边来 估计会先从上边飞或者是靠之类的 先从上面来包围黑棋 占点便宜 不行就底下溜过 黑棋市场 点在这儿 点在这是棋型的要点 白棋这地方没法再走 再走的话 应该会 黑棋就搬着似的 越走白棋越重 这里有挖断 顶式先手这有挖断的毛笔 白的越走越重 那么回头做眼 这个你要断无所谓的 这个子就给了 黑的如果从脚上来塑小眼位呢 白的这还要拖过 这一拖白棋 黑棋要搬的话 白棋从上边连通 黑的能拖 白的搬 这种棋一般都不肯去吃这个子 吃这个子没什么便宜的 黑棋上边先下厚 然后再掀手一拐吃 这样呢 将来这里还有打入 吃这个子价值不大 白的反正不需要靠这个眼来做火 所以在黑棋加的时候 白棋是很顶 然后单接 白棋如果冲的话 冲意应该说意也不大 冲的话呢 黑棋接这个也好 或者挡住也好 挡住白棋大直也只能粘回来 黑棋再粘上 冲一下没有意义 所以白棋单粘 单粘 这里有断和蛙一起补 补之前呢 补之前先刺一下 这个是一个新奇的刺序 一个步调 刺的你粘上我再贴 这样再补 如果直接补的话 白棋刺先手 白的这个刺先手 将来你再刺的时候 它一定不会老老实实粘了 要么爬底下 要么压上边 它总有反击的手段 先刺一下 让你这个先手成为没有意义 然后再贴 这是一种新奇的步调 挨的外边先便宜到 里边再补活 挡住脚上活了 那么黑棋 二路点 这个是刺完之后的一个后续手段 白的如果阻度 那恐怕是 那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阻度的话 显然白棋比黑棋更需要担心 现在不是攻黑棋的时候 如果冲黑棋挡 这个也不是那么好处理 实战白的 轻飘飘的一飞 这地方呢 你要挤过的话 白的就无所谓 它应该会脱线 这地方就让你破一些 让你破一些空 然后脱线走大的 飞在这 黑棋这一靠 继续纠缠 白棋立下 靠了一下之后 黑棋还是觉得右边大 走这个 觉得右边被白棋先走比较大 上边呢 白的如果吃的话呢 黑的也留下一些味道 白的也吃不太干净 这边冲 这里的各种味道 不走了 前往宽处走 走大厂 搬 挡 之后力 力也非常大 从目数上来说 这一粒将来大伸腿伸到这 如果被黑棋一搬的话 黑棋眼镇增十木 一眼看上去 十七八木 是至少有的 至少有十七八木 还带一个厚薄 白棋立了 白棋厚 黑棋搬了 黑棋厚 所以非常大 十八木以上吧 木数已经十八木以上 还关系到后包 那么黑棋车靠一下 但也不能白送 冲 冲完一半 白棋挡住 黑的也刺 应该说白棋 这个棋形 它是这样处理 它明知这有一次 它也要挡住 因为如果你 直接退缩 被黑棋挺近的话 脚上的木也没了 脚上的木数也没了 因为挡住 还给黑棋 这地方白棋还留下一些 后面还有一些后续手段 这一次 这一次 白的如果 如果蘸或者吃这个 很想就是说吃掉这个 或者至少接上 如果吃的话 黑棋冲 这个白的 挡这个是线索 这有断 白棋必须沾上 然后黑棋挡这个 这个 这一段打 似乎可以考虑先保留 那么这样 这样下的话呢 黑棋活脚是不成问题的 白棋如果 如果如果补断的话 黑棋沾这个还是线索 活脚不成问题 那么黑的 至于黑的 有没有 有没有更强的手段 这个 也许也有 有没有直接挡完 接住的可能性 挡上 这样跟白棋杀气 这个 情况比较复杂 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跟白棋杀气 白棋应该是担心 刚才那个 把白棋切断的变化 所以它冲这个 黑的吃 吃掉 黑棋把脚地给夺了 白棋在这里留下断打完挖吃的一个 一个鱼味 它现在走那个呢 不大 白棋是 简单处理 让黑棋吃住脚上 然后 抢个线索 打入右边 右边打入 现在 显然也是蛮大的 这个时候呢 黑棋 黑棋如果往下边印 那么 白棋当然就轻松 轻松走出来 如果往上边走呢 吃不住白棋这个子 你不管鸭也好 飞也好 白棋要想在这 做两个眼的话 这还有点 点刺之类的 白棋要想在这 做两个眼 不成问题 好 所以这一打入 破掉黑棋这块 也相当大 那么这盘棋呢 进程相对平稳 几乎可以说 下到现在 没有发生战斗 不过呢 就形成一种双方 比拼 比拼内功 比拼功力的这种格局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味道的 阿尔法维奇 打入在这 走下边被轻松出来 走上边呢 白棋也可以 可以说不 轻松做活吧 白棋活应该不成问题 那么这时候 黑棋没有正面的 没有正面去进攻这个子 而是 藏在这 藏在这里 藏在这里 强调下一手 下一手如果呢 黑棋走的话呢 这块白棋没活 反正黑棋走 也吃不掉白棋这个子 白棋走一步呢 也还 也还比较薄 所以黑的鲜 也可以说是一种 深冬即戏 我走这个 看你怎么走 你如果这么老老实实 去做活 那 这已经便宜很大 你不肯做活 那么 毕竟这是 受牵制 白棋呢 飞 冲断是没有意义的 冲断 白棋跳也可以 挡也可以 总之重点是 这个白子已经逃走了 这个白子已经逃走了 这个子呢 没有价值 所以 所以黑的也不会去冲 贴 一定要断开白棋两块 这是一定 点 斑 斑是要点 如果 愣往上贴的话呢 黑棋一立 白棋挡的话 被黑棋一搬 这不好搬 挡被断死 退的话 一路冲过去 搬这个是要点 黑棋不能再挡 再挡被白棋 先手粘再贴出来 黑棋那边都死掉了 所以要拐 单粘是气性 顶是这种地方 顶是俗手 顶背一挡 这还是要扳下来 你后手退 又被黑棋一立 这还欠着两个子 单展 一步棋把自己补好 下一步要扳出去 黑棋呢 不断点 贴 下一步扳立 这眼型就丰富 跳 长 断开 之后白棋长 被贴到这儿之后呢 显然白棋这块没活 但是呢 白的现在如果做活 现在如果做活的话 中间一袋 黑棋这一袋攻过来 白棋就比较苦 这个斑 可以看成 黑棋斑 白棋只有加过 黑的在这一袋攻过来 白的出路是挺窄的 所以白棋呢 现在 先长 抢先一步 进攻黑棋这块 如果黑的杀这块 形成转换的话 显然 白棋吃掉这个 肯定不会比这块小 靠 翻一下 黑棋扭断 扭断 白棋 顺势打完了之后一斑 黑棋断在这儿呢 长了之后 它有这个断的味道 如果扳在这儿的话 白的长还是先手 再扳进去 黑棋这块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生命危险 也许也有被杀掉的可能性 蛮危险的 断在这儿 长在这儿 给白棋多留一个断点 那么现在是 现在这个断是不成立的 现在断暂时不成立 白棋 白的应该办法比较多 白棋比如说斑这个 你不能顶顶的话 打吃再一冲冲死了 只能团在这儿 那黑的本身没什么气 被白的一通滚包 只怕 只怕是杀气 黑棋也 黑棋也是杀不过的样子 没气 被包成这个样子 但是有这个断点的黑棋 肯定其他地方有种种线索 可以借用 可以得先扳 扳住 沾上 为断这个做准备 本身的这里也扩大一点眼位 为了这个断做准备 气长出来 黑的扳完接住是先手 这个断就比较厉害 所以白棋补棋 加 接上 补一手 你可以去扳 从这条缝逃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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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成这样呢 白棋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 就是 这块 这块 多走了那么多子呢 越走越强 嗯 走强 嗯 嗯 嗯 之后呢 回过头来补活这一遍 再再再强行拐断的话也杀不掉黑棋这块 拐断黑棋这这顶 有 有眼心 那么白的也杀 也不 不敢强杀黑棋 我们简单看一下 首先这被冲你得断在这 这留下个提 这已经是损失了 黑棋很顶 嗯 白的如果点杀 那么 黑的先把气紧住 团 白棋要杀黑棋必须撞这一棋 必须来撞这一棋 嗯 否则的话呢 黑棋打吃是先手 冲是先手 我们把黑棋先手都摆上就更清楚啊 实际上 这个 这个地方 黑棋可以铺 接上 团在这的时候 不只是要撞 撞这一棋的问题 这打紧了之后搬下去 有这个搬下去的手段 所以 局部没法杀 而且你来撞这一棋杀 这里又被断出来 更何况这里又搬下去 所以杀不掉黑棋的 那么 白棋先把自己加强了一下 之后呢 回过头来补活 点 这块还是没有彻底的活 所以黑的还是可以 一起连回 连回呢 就把 白棋顺势就把这俩也救了 把这个断打的毛病也补 黑棋为了这块的安全也不得不连 直接从这一带进攻呢 也 也没有好的点 走这个的话 白棋刚好靠出来 走这个呢 白棋留有靠段 嗯 白棋这靠夹之类的做 做眼 吃下这个基本上就活了 这地方还有拖 利 也可以做一只眼 所以 直接攻也没有好点 黑的先在这掉一下 看你怎么走 你如果跟着印 那么跟着印实际上很很无趣 啊 印完之后 黑棋这里还有几个 本身很无趣 然后呢 黑棋多一个子 再攻这块呢 这个 应该 这攻势就会更凌厉一些 但掉在这本身也不是 不是绝对先手 所以白棋跳 做活这块 这个子不能被吃 吃了白棋就活进 中间逃 尖顶 冲 黑的如果挡的话呢 白的就这么打吃 然后挖 这个黑棋有麻烦 这个挤 过不去 白棋就 断完一立 就可以吃黑棋大头鬼 立完滚包 吃黑棋大头鬼 狠一点的话呢 还打吃在这全杀也有可能 全杀担心黑棋避过来 就这样吧 嗯 所以白的这一冲 实际上 可以说白棋基本上通连 连通 一起跳 跳一个 这块白棋呢 这块白棋呢 明显的眼尾还是只有这里 脱力 有一只 后手眼 脱力是一个后手眼 那么 中间顶 嗯 跳 在中间做眼 刺 刺一下在虎在这 有了这个虎 黑棋就可以挡了 嗯 这杯黑棋挡住的话 还是挺大的 啊 挡住的话 白棋 那块的眼位 都 都成问题 所以长 还是让你挡不住 挡我从这端打 啊 黑棋退 黑棋先冲 先灭眼 这里要顶断白棋 等白棋补了之后 灭完眼之后 黑棋再退 始终揪住白棋这块 不放 哇 小尖 断 不让白棋连上 来的 挤 挤一个是先手 白棋得硬 然后 结束 好 下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除了这里一个是后手眼之外 确实也没有 没有明显的眼位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白棋怎么办 看看 白的尖底 尖底 黑的如果挡 黑棋如果挡的话 那么白棋把黑的冲断 黑的如果虎在这儿呢 白棋沾先手 这再一沾 这有一只眼 如果你沾在这儿的话 白的打吃 黑棋可以从这儿通回来 但白棋提先手之后 在这边 这边感觉上也有一些眼形 并且呢 这里 靠出去 你如果冲我一段 粘不上 那这个子被吃白的已经有两只眼了 如果你要强行逃 我们可以看成 己是先手这一臂 把黑棋给卷进去 所以这断开之后 这一靠是关键 那么也就是说黑棋不能挡 挡的话被白棋冲白的就轻松活了 黑的呢接上 打刺 打刺 挖打连通 提 沾引 沾是先手 之后接上 这是双方正常的一个进行 那么白棋冲 好 冲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已经连上了 实际上 黑的这样子 我们能把其打刺 连通 所以尖顶是要点 尖顶抓住了黑棋形状的一个 破绽 就把自己给连上 我们一起贴住 补后 顶一下 对 顶一下呢给自己留下眼位 这几先手将来顶在这儿 这儿有一个眼 接住 这地方黑棋既然不肯充完提掉定型 那么白棋把它接回来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不小的逆说关子 很顶 很顶 这棋 黑棋又从这边顶过来 刚 黑棋刚才把我们说的 靠段的毛病给补了 黑棋在这儿画一首棋 把靠段的毛病给补了 现在你如果这样连呢 它可以挤断你 那个毛病不存在 它可以挤断白棋 那么当然白棋这尖顶了之后 在这里 这两个地方都留下眼位 所以呢 白棋呢 白的也是可以活的 脱 黑的挡 白棋 先做一只眼 暂时 暂时没走这个 而是先压 压的话是先手 这挡不住白棋冲 打了再冲再挖 你只有接这个 白棋接上 断的话被白得长 所以压是先手 黑棋得虎 之后白棋再顶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 白棋这里可以做眼 这里挤先手 这一顶可以做眼 这两个眼必做一个 我们简单看 就算你充 尖刺是先手的话 白的 这个团先手 这一弯还是能做一个眼 这几先手 这一顶是能做眼 所以这两眼必做一个 白棋活了 黑的虎破这只眼 B白棋挤这个 挤这个呢有点损 黑棋接上之后 这两个子就在黑棋嘴里了 但现在接的话 白棋顶在这儿 这边黑棋也薄一点 黑的暂时保留 打吃 立下 开始收官 白的也活得很清楚了 黑棋开始收官 白的也挡 挡 挡一个本身 官子价值也有一点 把这块活干净 把这块活干净 也得挤过 把这块活干净 把这拐住 把这块活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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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的 好 厘得画 横顶 接上 接上价值八目 后手八目 这已经是现在最大贴 完在这 沾 这里有个靠段的手段 黑漆充完之后 这个扳的问题消失了 这里有个靠段的手段 所以黑掉补一下 白漆挡住 做眼 刺 搬进去 这盘旗呢 相对来说比较平淡 比拼这种 比功力 比一个判断力 或者是关子功夫 这样的 吃掉 吃掉六目旗 白旗搬毡 先锁三目 往里冲 长一个价值有四目 四目多 四目强一点 冲 这个吃掉也有五目旗 这个吃掉也有五目旗 图案 这个也有将近 也有四目多 搬 搬了三目墙 退回 点入 它是立 另一个 挤 贴 这地方是 长不回来 长被冲死了 贴一下 挤住这个地方 挤 意外的有 逆收两目的价值 黑的是不是考虑 可以先挤掉 挤这个有逆收两目 看上去似乎是 是一个最大的地方 黑漆应该先挤掉 帮助 设计 计 挡之前先尖了一下 尖刺一下 截 收住2幕 立 挡住 也是两木棋 之后白棋断这个 断了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黑棋如果走的话 接白棋先手把黑棋提回去 走到这儿断的时候呢 走到这儿断的时候呢 黑棋没有再继续下下去 如果再下下去的话呢 是白棋小胜的局面 好 那么这盘棋呢相对平淡 但是有些招法还是很 就是说很精确的 那么这盘对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